太阳之下有无数新鲜事 欢迎收听大象工会 一天一个冷知识 太阳之下有无数新鲜事 您好 欢迎收听大象工会 我是银梅 世界上有两种狼 一种生活在自然界 一种生活在中国作家笔下 后者拥有今天中国人推崇的 一切高贵品德和精神 它是怎样进化出来的呢 让我们跟着本门作者 黄章进一起揭开 狼的中国进化史 全世界没有哪个地方 像如今的中国一样 喜欢狼崇拜狼 今天无论是战场 商场还是职场 狼都是中国人的精神导师 只要上网或者上书店看一下 就很容易知道 狼已经是中国人的图腾 不过这几乎是一瞬间才发生的 要说清这个奇迹般的现象 或许要从狼的中国进化史说起 历代先贤大哲 若知道今天的中国人 崇尚以狼为诗 应该从坟里跳出来 从诗经 左传 国语 山海经 到辽斋之意 自古以来 关于狼的传说和故事中 它的形象都是凶残 贪婪 和不可姑息同情的 汉语中与狼相关的词汇 除狼吞虎咽这种少数中性词外 几乎全部是贬义 像狼心狗肺 狼子野心 狼狈为奸 引狼入室 鬼哭狼嚎 披着羊皮的狼之类 几乎是汉语中的顶级贬义词 我们熟知的 聊斋之意的狼三则 就是写屠夫在不同情况下 遇狼并杀狼的故事 第一则着重表现狼的贪婪本性 第二则着重表现狼的欺诈伎俩 第三则看重表现狼的爪牙锐利 但最终却落得个被屠夫杀死的下场 狼在中国人观念中最经典的形象是中山狼 它是小学课本中东郭先生与狼的原型 而这个故事中 救狼狼恩将仇报 找第三方主持公道 狼上当受成这四个重要环节 在印度等国的传说中 有更古老版本 而且各版本中坏东西多是狼 应能说明世界各民族 对狼的看法出其一致 在英语蒙古语主突厥语 与狼相关的谚语和词汇也总是负面的 有趣的是老虎狮子远比狼要凶猛可怕 但在不同的文化中形象都要高大得多 它是描述威武雄壮英雄气概最常用的比喻方式 虽也会用在负面表达或评价上 但至少算得上是毁于参半 今天中国突然以狼为师 当然是中国人笔下的狼突然变了 它进化成了一种地球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物种 古人笔下的狼 都是独来独往或两三成群 以今天人们的知识看 它未必是狼生存方式的完整准确呈现 甚至有可能是错误的总结 但它是一种可以理解的 因观察角度所限而犯下的错误 譬如 中国民间关于野兽凶狠程度 普遍有一猪二熊三老虎的排序 实际上这个排序完全是倒过来的 野猪是老虎的重要食材 而老虎捕食熊 熊捕食野猪也并不稀罕 但从人的日常观察角度看 这个错误的排序完全可以理解 野猪经常会因为成群结队 侵入农田与人发生冲突 而熊与人的冲突就少得多 老虎则更少 尤其是野猪攻击力较弱 与人发生冲突时 会对人造成极为惨烈的伤害 攻击力强大的熊 解决战斗迅速 很难造成遍体鳞伤 杜破长流的残象 如果老虎主动攻击人 人们只会发现 上山的邻居 失踪了 而今天中国人笔下的狼 首先规模急剧膨胀 比如狼图腾中的狼群 动辄几十只 这是今天中国狼群的标准规模 它已经达到或超过 中国野生食草动物结群的规模 这个规模 已经比较克制 冯元李先生那些 本不该消失的生命中的狼群规模 甚至达到或超过 非洲大草原上食草动物的规模 而富有想象力的金庸先生笔下的狼群 其规模只有蚂蚁 蜜蜂和蝗虫 才能与之相比 书见恩仇录是这么描述 新疆沙漠中的超大狼群的 远处一片黑云 着地涌来 不知有几千几万头恶狼 狼的规模极具膨胀 自然会表现出强烈的社会性 古人笔下的狼 不过是一种凶残的野兽 并无社会等级 更谈不上角色分化 而今天的狼 不但拥有今天中国人 推崇的一切美德 坚韧 顽强 进取 团结 牺牲精神 此处可以省略数百字 有的狼群甚至会有一位 类似成吉思汗式 高瞻远瞩 雄才大略的狼王 没错 狼 变了 狼在中国的进化史 于1980年代 中国作家突然开始写狼 狼先是小心翼翼地 表现出一些闪光点 譬如对后代伴侣 也是有感情的 而且他也是智慧 甚至是可爱的 比如1987年创刊的《大灰狼》中 狼已经是可爱的了 1990年代后 写狼的中国作家越来越多 在生态环境传统文化之类话题上 狼开始理直气壮地 成为值得同情的牺牲品 在新世纪的《狼文化热》中 他终于慷慨激昂地 成为中国人民的精神导师 写狼的中国作家 绝大部分只在动物园见过狼 不排除它们当中 有人能分得清哈士奇和狼 但后面将谈到 它们其实还没人能正确可靠地 描述家畜以外的动物 它们关于狼的各种灵感 当然来自1978年后 海外观念的影响 对中国狼影响最大的 应该是欧内斯特·汤普森·西顿的 《狼王·洛波》 和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 这两本书其实在100年前 就被翻译到中国 但真正在中国社会造成 知识和观念冲击 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 重新翻译出版 《狼王·洛波》中包括狼的 社会化特征在内的大量细节 是汉语世界全新的知识 而野性的呼唤 提供了一种全新的 反人类中心的视角 带来的是强烈的观念冲击 中国作家关于狼的文学作品 无论是强调狼某些可贵的品质 还是从生态角度 重新审视人与自然关系 都可从这两本书中找到源头 虽然你可以认为 这些中国作家是西顿和伦敦下的蛋 但他们比西顿和伦敦 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因为西顿和伦敦作品中的狼 多少也在真实基础上 赋予了一定浪漫想象 而中国作家笔下的狼 则完全是写实表象下 天马行空的狂想 西方人再进化一百年 也达不到今天中国作家的水平 诚然 西顿和伦敦虽然有 与狼真实交道的优势 尤其是西顿 他本人是个著名的博物学家 而中国作家虽然没人说得清 猫科动物和犬科动物的区别 但他们的优势恰好也在这里 这样 狼才能够进化成 不但具备种种中国人推崇的美德 而且 是人类在商场 战场上 最高智慧的发明者 狼图腾 不但认为狼懂气象 懂地形 懂选择时机 懂知己知彼 懂战略战术 懂进战 夜战 游击战 运动战 奔袭战 偷袭战 闪电战 懂集中优势兵力 打歼灭战 而且进一步推论 狼子兵法 是孙子兵法的源头之一 狼图腾 是引爆中国狼文化热的原子弹 但狼图腾中出现的狼 远远算不上它在中国进化史中的最顶级 虽然书中出现的狼掌握的某些技能 甚至超过了中国作家 譬如 狼在跳进羊圈高高的围墙后 在慕敏赶来时 它们机智地在围墙下迅速将死羊的尸体 像堆沙袋一样 马成一个斜坡 翻墙逃离现场 譬如 冯元礼先生 那些本不该消失的生命中的狼 明显就比狼图腾中的狼进化得更高级 虽然该文只是简略地讲述了一个惊人的故事 1970年3月 青海贵德县附近的老虎坡 一只200人的解放军在拉链速营时 被狼群包围 狼群采用分割包围的办法 让67名解放军丧生狼口 狼在没有语言 没有地图 没有通讯工具的情况下 能在旷野迅速组织起分工明确 规模极大的狼群 从狼的智力进化上说 它只有两种可能 一 狼的智力已经进化得比人更强 人类学有个著名的邓巴数字 即人类学家罗宾邓·邓巴发现 大脑的认知能力决定了人类拥有稳定社交网络的人数 是148人 而这个狼群的规模 已经超过邓巴数字好几倍 二 该狼群不是一个狼王率领一群狼兵的扁平化组织 而是进化出了复杂的科层结构 并且狼已经进化掌握了 一套可以表达复杂精密意思的身体语言 只是人类目前尚不知道 另外 在一块面积有限 猎物极为稀少地区 居然生活着数量如此庞大的狼群 我们不难推测 狼不但平时是不以捕猎为生的 而且 它们必然有某种神秘的 不消耗能量的生存技术 在高原荒漠地区 单位面积能生存的食草动物 也是非常有限的 著名动物故事作家沈石熙笔下的狼 虽然在狼群数量的进化上 没有跟上同行脚步 但在狼的心智和情感进化上 成就非然 沈石熙的狼王梦中 那个要把后代培养成狼王的母狼子兰 在培养三个儿子失败后 又将希望寄托在了外孙身上 为了让外孙们有个安全的成长环境 最后竟与金雕同归于尽 虽然他没有看到成功的那一天 但比起今天新闻中 以狼性教育培养子女成才的几个著名虎爸虎妈 其苦心孤意 更值得千万中国虎爸虎妈学习 而他的狼妻中 代产的母狼一眼看穿了披着龚狼皮的我 只是妄图冒充他丈夫 但英明地遇见到 我这个动物学家为了研究而扮演龚狼的角色 将会每天带回小动物 所以一直假装蒙在鼓里 该母狼镇定自若 处境不变的演技 完全可以秒杀孙红雷 杨志军先生的藏骚 虽然写的不是狼 但他也可是为狼文化中的一只 杨志军确实有足够的理由 藐视狼图腾 因为杨笔下的藏骚 在品性的高贵上 比将融在狼图腾中塑造的狼 要高出几个量级 譬如 狼图腾中狼不顾伤亡冲进马群的情节 在小说中被形容为 壮烈的自杀式攻击 严格说来 它只是有伤亡风险 与必求一死的日本神风自杀攻击 不是一回事 而藏骚中 争斗敖王地位失败的藏骚 在对手试图以宽恕姿态 让其沉浮时 毅然跳崖自杀 这才是完完全全的 武师道切腹风范 当然 狼图腾中 狼王为了不让受伤的同伴 落在人的手中受辱 在其颈部 狠咬一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